过往中国为巩固市场对经济表现的信心 面对危机的时候 坚决保持人民币对美元的稳定 在这些事件里面 中国都没有透过货币贬值去稳定出口 但是这个政策在2014年第一季度出现了转裂点 当时人民银行在无外部危机的情况下 容许人民币贬值 汇率管理手段大相径庭 原因可归纳以下几个 原因一 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急速 但是今年经济增长明显放缓 加上劳动成本大幅上涨 使得国企利润非常微薄 透过货币贬值可减轻经济增长放缓 和劳动成本上涨的影响 原因二 虽然人民币对美元有所贬值 但相对其他货币还是有升值的现象 感恩使得人民币在2014年对其他货币 按贸易加权的汇率上升了6.2% 出口成本相对增加 原因三 2014年3月人民币交易区间 从1%扩大到2% 占占形成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汇率机制 和以往不同 在外围经济冲击 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下 我们再不可以假设 中国政府会保持汇率绝对稳定 Lets Spark 赞放增资卓建 升展银行 带动亚洲思维 和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卓建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卓建讯 转发 打赏卓建讯